哭擦一下,一个完整的树皮就被成功剥了下来 这片树林剥下来的树皮 每年可以制作成超过40亿瓶红酒的软木塞 通常软木寿命约200年 一棵树被剥皮之后需要9年时间用来恢复 这些软木树皮随即被工人运送至瓶塞加工厂 放在混凝土板之间压实6个月 在废水中蒸煮一个小时 目的是消除树皮中残留的细菌和虫子之类的杂质 同时蒸煮过后的树皮会变得更加柔软 工人将精心挑选出大块的树皮切割成长条状 经过冲压机后就变成了合格的软木塞 对于一些高等的软木都是需要经过人工来完成 加工好的软木塞通过自动分碾机 设备可以在1秒时间内对木塞进行分集 不同等级的木塞被分别放进不同的容器内 经过清洗过后工人会对软木塞进行再次筛选 确保每个出厂的木塞都是完美无瑕 当然剩下的边角余料也不会浪费 这些残渣经过粉碎压实之后 变成了地板或者加工行廉价红酒的平塞 看着这些被剥下来的树皮 不仅想吟识一手 秋风萧瑟天气凉 不觉泪下沾衣裳 树皮真是刀了羊 做成木塞美名羊